我們會有這部紀錄片 他大概跟各位介紹一下 然後他的背後藍綠的那個文化脈絡是什麼 那我們面對的 當無所謂的那個惡靈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第二個部分就跟各位分享 有關於傳統文化與現代醫療資源的衝突 這個也非常重要 因為關係到政府的政策是不是適用在藍綠 所以了解之後才知道說 要如何去發展 某個在地的醫療照護模式 所以今天的分享是有系統有脈絡的 就是從去認識達物的文化 然後知道那個衝突點在哪裡 然後再發展是我們在地的那個 就是居家照護的模式 那面對惡靈 其實我本身是護理人員 我是紀錄片素人 完全沒有經驗 也沒有學過就是紀錄片簡介這方面 那為什麼會拍面對惡靈呢 其實在早期 我們在推居家護理的時候 影像是一種其中的一個紀錄的方法 所以因為有時候需要跟志工分享 譬如說洗頭這麼洗 或者是每一個部落的個案 他們的狀況都不太一樣 所以需要透過這些影像 跟他們做一些教學 那這個過程裡面 幾乎都是我或者是志工來去拍 所以我們鏡頭都非常光 那面對惡靈這部紀錄片 是從這200多捲的毛袋裡面警戒出來的 所以可能在看的時候會有一點 好像就畫質 或者是在曲景的這個部分 可能就沒有這麼專業 但我相信沒有媒體可以拍到 這樣這麼真實的畫面 那所以我非常感謝就是說 在地的主任給我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也非常尊重我們所有的期望 所以我這一部片沒有公開播放 所以通常就是只透過向上的一個分享 或者是一些交流才會播放這些影片 面對惡靈是在1996年開始拍的 一直到2001年大概有五年多的時間 當時為什麼 它只是一個純粹的毛片 為什麼會把它剪成一部紀錄片 其實最主要是 我們在推動居家護理的過程裡面 發現很多的問題 就是很多的老年人 一定會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 然後讓他們在對於醫療的觀念 或者是就醫的這些觀念都很特別 所以在當時推動居家護理的時候 有一些的困難度 那我就在想 其實紀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過程 所以而且當時我們大家都知道 男女唯一的醫療單位就是衛生所 醫療非常的缺乏 所以其實拍這一 就是要緊接這個面對惡靈 其實有幾個目的 第一個就是希望可以透過這個影像 可以有更多的討論 因為其實在我念護理的時候 老師並沒有談很多有關於文化跟 就是傳統文化和現代醫療之間的 如果發生衝突 我們要怎麼去面對怎麼去處理 在我的印象裡面沒有這個部分 其實提到它是非常的少 所以在當時碰到的時候 說實在我也不知道怎麼去處理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值得可以被紀錄的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 我也希望可以讓這個影像 可以讓更多男女的人 不管是年輕人還有婦女 或者是所有 只要關心男女事務的人 他們可以知道 男女現在的一個醫療問題跟缺乏 那可以由更多的志工來投入 然後再來就是照目之工也是 這是我的當時的目的 所以其實簡介面對惡靈 我是很單純的只是想呈現一個問題 呈現當時的醫療現況 可是沒有太多的解釋 所以為什麼我要選擇今天分享 是要先跟各位講 如果你們先看影片的話 可能你們會很多好不好 有人在看就會哭了 甚至覺得藍瑜人怎麼是這樣子 所以我希望那個順序是有一點就變化 因為在過去好像是 如果我先講的話 好像會有一些的落差這樣子 所以我先講是讓大家更了解 那這部紀錄片 最主要就是在談的就是有關於 這些老年人因為在面對傳統文化 然後造成拒絕醫療 或者是拒絕照顧這個部分 然後志工怎麼去面對這樣的一個傳統 然後他們怎麼去推行 在這個過程裡面 所以就一個現況的呈現 那我們也透過民主制的一個播放、巡迴 就是在台灣各地巡迴播放 但當時我沒有想到在播放的過程裡面 許多人的回應真的是 我從來沒有想過 有這麼多的一些不一樣的想法和詮釋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的人在現場 就是看完紀錄片之後 就有人就是大聲就是罵政府 怎麼可以在 就是怎麼可以忽略藍瑜的醫療 怎麼沒有在那裡在安養中心 然後甚至覺得 政府怎麼可以忽略、忽視我們的存在 那其實這個並不是我要表達的東西 所以我發現好像我想呈現的東西 並沒有讓大家去了解 然後再來有的人是針對 我想你們在看紀錄片的時候 會看到很多的小房子 就是老人居住在小房子裡面 可是有很多人解讀成 藍瑜的人不孝順 把藍瑜的老人丟在那個小房子裡面 不管可是你知道他們住在那個小房子 是有文化議堂在當中 但是當時我沒有透過這個紀錄片去解釋 可是大家的回應就是覺得 好像藍瑜是一個非常不孝順 不看重老人照顧的一個民族 然後我就有一個想法是說 如果我可以拍一部紀錄片 再把這個部分再做一些補充 我有這樣的一個計畫 因為通常當時我也想把這個 面對惡靈再做一次的改版 但是我覺得面對惡靈的存在 也有他當時存在的背景 我覺得就先放 就是讓這樣的一個面對惡靈先放著 那有朋友建議我 就倒不如再拍一部片 所以就左手拍那個最後別墅 最後別墅就是針對那個老年人 住在小房子的這一個部分 來去做更深地去探討 去了解這樣子 那在拍最後別墅我 他有一個個人的經驗 也是為什麼會想去拍的一個原因是 我印象裡面就是有一次 我跟台灣的同事就是衛生所 那時候還在衛生所上班 我有一個漢人的同事 他是台灣原住民 或是他一個盧凱族的 然後當時就是部落的家人 就是打電話給我們 要去看一個老年人 那我們去老年人那邊的時候 是有一個子宮帶我們 可是我們看到狀況是這樣 他的兒子住在對面 一個還滿不錯的一個水泥房兩層樓 他們住在那個裡面 可是我們看到的這個老年人呢 是住在這水泥房的對面的 一個臨時屋横破舊 然後當時我們去的時候 這個阿嬤是躺在泥土 就是我現在去想 他應該不是躺在那個泥土上面 他應該是躺在有木板的地方 但是在滾動的過程裡面滾到 那個就是沒有鋪那個板子的那個泥土上 就是地上這樣子 所以當時我跟著我的那個 就是同事就告訴我說 欸 索蘭你們男女的人 怎麼可以這樣子對待老人 你知道當時我聽了這句話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跟他說 因為這是事實啊 他兒子住在對面 然後呢 這個老年人 就住在這麼簡陋的地方 而且還是在泥土上 然後也很久都沒有吃東西的感覺 但待會面對惡靈最前面 你們看到有一個吃飽飽粥的那個老人 我就是在椅子那個老人 所以在當下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去回應 後來到我們那個志工 就馬上回應說 欸 護士小姐 你不要這樣想喔 這一家的那個孩子是最孝順的 他幫這個阿嬤蓋了這個房子喔 他是最孝順的 他這個房子是非常 就是他對媽媽的一個孝季 所以你不能說他不孝順 你知道我聽了志工這樣子講 我說 你知道在當下我就想很久 我說到底把悟的人 對於孝順的定義是什麼 那這些老人家如何去看 他住在這個小房子裡面的這一件事情 所以這個經驗讓我更想要去拍 這些住在小房子的這些老年人 然後呢 後來因為這部片也剪成紀錄片 本來是最後別墅嘛 可是這個還是有我的主觀的想法在裡面 最後就是要離開嘛 感覺是很覺得就是很可憐 可是其實事實上在拍的過程裡面 真的一點都不可憐 那時候我問一個阿嬤 我說阿嬤你住在這個地方 會不會很可憐 他愣了一下說孩子為什麼我會可憐 我每天有吃不完的飯 所以當時我寫的計畫是最後別墅 可是後來呢 我剪輯之後他的名稱就是 叫亞布淑加恩 就是沒有飯吃的人 那為什麼叫沒有飯吃 是因為其實住在哪裡 不是決定一個達悟老人的幸福感 而是在於他有沒有飯吃 所以我的名字叫亞布淑加恩 其實是他有很大的意義 就是我照顧的那個老人 他覺得人最重要的能活 最重要的就是飲食 所以在當下我就很震驚 因為其實對我來講 我也是學台灣的就是醫療 甚至這樣的一個觀念 在沒有了解文化的狀況之下 我也很容易可能就會帶 外面的一些知識來帶到藍嶼裡面 所以我覺得我有責任去導臻 甚至要學比別人學得更深 而不是去把原本不屬於 我們在地文化的東西帶到藍嶼 所以後來這部片呢 我也把它做成我的那個就是論文 就是研究所的論文的主題 論文的主題 那其實我最主要想 不管是要拍攝或者是寫論文 其實我就是想了解說 這些老年人住在 Liktavai 是小房子的意思 Liktavai 是小房子 就是他們住的那個領域屋 就是想去了解老人如何看待 他們自己住在這個小房子的事實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 我也想去了解 打悟老人眼中的孝順行為是什麼 老人對孩子的期望到底是什麼 然後他們主要的醫療需求是什麼 OK 所以今天我會針對 有關於文化的部分 我會針對這個紅字的部分 靈魂光跟性別界線 跟打悟老人的傳統思維 這三個是很重要的那個 打悟老人 打悟的傳統文化 因為它可以決定 它是決定老年人如何去對待疾病 對待生命的一個看法 所以我在這邊就可能花一點時間 跟你們說一下 打悟特殊的傳統文化背景 在打悟的文化裡面很看重靈魂 那靈魂有善靈也有惡靈 我們這邊談到的是惡靈 惡靈是什麼 只要跟疾病死亡不幸 有關的人事物 打悟的人都相信 這些都會招來厄運 所以我們就看幾個例子 這些惡靈的觀念 不僅僅在我們打悟人的生活裡面 會出現 在醫療在各方面都會發現 像如果你有機會到藍瑜 不知道你們有過 如果看到這種就是街道 或者是在那個每一步的街巷裡面 有看到這個木條 這個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這個用意是什麼 有看過嗎 對對對對對 這個就是如果有人過世的話 這個是這一條路 如果過落只要有人聽到 哪一戶人家已經有人過世了 他們就會知道說 這一戶人家經過的路線會經過哪裡 如果他們經過的路線會經過你家 你就會 那每一戶人家就會把木條就區隔開來 然後讓那個送葬的人 就是經過這個地方 那通常他們只走這一條 不會走到外面 那我們一般的人也不會走到裡面 這是就是一種區隔 因為如果你不這樣區隔的話 會把那個靈傳到就是一般的家庭裡面 那個是非常忌諱的 所以只要藍瑜有看到這個 就是表示有人過世 所以在我們打悟裡面 如果有人過世的話 你不要去觀看 也不要在那邊喧嘩 前一陣子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就是前一陣子有人在辦商事 結果呢有一個觀光客就拿著相機 因為他覺得 哇 穿那個什麼 就是藍瑜的傳統服飾啊 長矛 我覺得這種傾向很難得以前會去拍照 結果就被家屬啊 就是好像拿他的相機 我不知道有沒有甩 但是就是有做這種 要丟他相機的那種 然後好像那個人有寫一些 就是有針對這件事情做一些批判 那還是做什麼的 那這個部分為什麼會出現 是因為他不了解在地的文化 只要在部落裡面發生這樣的事情 是不會有人在外面晃 就是再晃來晃去的 而且我們在法務的社會裡面很重視 就是部落有人過世 我們大概有三天的時間 也都不能做任何活動 譬如說去捕魚啊 去蓋房子啊或種田 這些都要被禁止 如果有人結婚也要馬上就是禁止 就不要去做這件事情 甚至所有的商店 所有的都要關門 所以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子 那主要的一個目的呢 就是因為在過去的那個長者 他們說只要你看到 這樣不幸的事情 可能會有不好的引到自己的身上 所以這當然有這樣的意義 另外一個是同理這些上家 這樣的一個心情 所以也不要喧懷 也不要做任何的事情 那再來也會發現到 有一些這樣子就是驅魔的一個動作 通常這個會鑑於在濕人船落層 還有房屋落層也都會出現這些狀況 那這樣的一個驅魔動作呢 就是嚇阻惡惡靈會破壞 比如說像那個漁獲 我可能就是期待如果大船落車 大船這樣造舟之後呢 他希望能夠補魚補得很多 或者是住的房子也可以平平安安 就在這個落層之前都要有這樣的一個意識 所以這個在一般的生活裡面都會看到的 那在我們自己在從事醫療 也都會碰到這樣的一個例子 像這個阿公就是在 他已經一個禮拜都一直是拉肚子的 當我們接過電話要前往的時候 其實發現他住的地方後 我們救護車沒有辦法進去 所以必須要用抱的 可是我們發現他身上唯一的這一條棉被 都是他的分辨 所以必須要換掉 可是當時我們去了好幾家 沒有人要借我們棉被 然後我們到最後因為很擠 就直接找他的遠親 比較遠親的 可是他也堅持不借我們 後來我們就用宗教的那個力量 就告訴他說 如果我們真的是有心照顧 如果真的你是有心要去照顧 而遭到厄運的話 那這樣世界上就沒有人要做好事了 那他就默默地去拿那個一條棉被 我要講的這個就是說 很多的人只要他的東西 或者是他跟這個生病的人 如果完全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因為東西的借用這個過程 哪有的人相信 這樣也會過傳那個不幸的靈 所以在大陸的社會裡面 都盡量避免這樣子的一個就是行為 那達悟老寡婦跟惡靈有什麼關係呢 在達悟的社會裡面 一夫一妻 這是一個正常的一個家庭 但是如果有不管是先生 或者是太太過世之後 他就是一個不完整的一個家庭 那達悟的人通常寡婦或官婦 都不能去一般的家庭裡面聊天 因為他們相信在一個不完整的一個家庭 他如果到一般正常家庭會影響到 可能會把這種不好的運 傳到另外一個家庭 所以通常在男人的社會裡面 就看到很多的老年人寡婦一起聊天 他們不會找一般的家庭 除非一般家庭要找他們 所以在達悟的老人的觀念裡面 只要是寡婦就是很接近那個不好的靈 然後也容易生病 所以其實在達悟的老人裡面 他們也會認為很接近惡靈 那再來就是要談那個房屋的這個部分 大家有去過藍瑜 這樣的一個房屋結構 在藍瑜還是可以看到的 我們正常的一個一戶人家 在傳統的那個房屋裡面 是有分三個結構的 一個是主屋、工作坊、兩台 那因為一般老年人 他在沒有工作能力 還有喪吼的時候 他會覺得自己身上有帶有死亡跟疾病的力 所以會主動跟孩子要求住在跟 就是通常這個是他們一起住的地方 但是如果他到了那個年齡 然後也生病了 配偶也沒有了 他就會主動跟孩子說 孩子我要跟你們分開 我要跟你們分開住 就是他可以住在工作坊 也可以住在涼亭 那如果這些空間都已經被利用的話 這個虛線的這個部分是那個腹地 他們也可以在那個地方 蓋一個零食屋 我們講Fallup 他就是一個小房子 那在藍瑜的居住環境結構裡面 老年人不管居住在哪裡 跟孩子分開居住 不管是工作坊或糧亭 還是腹地裡面的Fallup 在法務社會裡面都是一戶人家 所以這個不叫獨居 他住在工作坊兩台他有腹地 他不叫獨居是分開居住 這是分開居住 所以在法務社會裡面 是沒有所謂的獨居的 但大家看到在宋梅林時代的時候 他把他到藍瑜去攤場 他覺得藍瑜的人 沒這麼現代的一個台灣社會 怎麼還會有血污 覺得好像丟了整個台灣的那個 就是面子 所以在民國五十幾年 五十三年的時候 是全面拆除地下屋 然後改成國民住宅 但是大家要知道國民住宅 完全沒有按照我們傳統的 建築結構來去幹 涼臺然後還有地下屋 這些都沒有 所以如果你有機會到藍瑜 你就會看到真是不起的 那個國民住宅 那這些老人如果要跟家人分開 他要住哪裡 你們就可以看到旁邊可能有小房子 或者是部落的某個角落裡面 有小房子 那幾乎都是老人在住的 那像他們住的那個地方 有的都是水溝旁邊 如果真的找不到腹地的話 就在公共租圈裡面 要不然因為你知道老人 我剛才一直講老年人 不一定是我們達悟的人 賦予他這樣的一個觀念或價值 是藍瑜的老人 他當他到那個年底的時候 他會覺得他該跟孩子正開居住了 所以即便子女再怎麼去鼓勵他 你要跟我們住啊 現在沖水馬桶什麼 他也都不會接受你的意境 因為在他的觀念裡面 房子是不能留那個糞便的 因為糞便也是這樣的東西 那房子怎麼可以把這樣的東西 就是這糞便怎麼可以留在房子裡面呢 所以有些老人家的觀念就是說 孫子或兒子辛辛苦苦蓋這個這棟房子 卻要讓我的排泄物放在這個房子裡面 他會覺得沒有辦法去接受 所以你要讓老年人居住在國民住宅是非常難的 但因為整個居住環境的改變 很多的老年人因為沒有地方住 就會看到像這種小房子 或者是一個很破舊的那個臨時物這樣子 好 這個是有關於惡禮的這個部分 那在疾病觀的部分呢 很多的老年人他其實只是單純的一個疾病而已 譬如說像這個老年人是白內障 但是他對於他對於他得這個白內障 他的觀念裡面他是用惡靈的觀念 譬如說他告訴我這個紀錄片好像也有 面對惡靈也有提到這個 他說我為什麼會失明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他死去的老公吃不到他去海邊抓的螃蟹 所以呢 羨慕他抓就就悶住他的眼睛就看不到了 那老年人造的一個概念你要跟他說 欸 阿媽不是喔 那個是白內障 是因為你老化的關係 他絕對不會相信你 所以在當時我們要去 因為其實在如果大家都醫護人員 在這邊有兩個你們都知道 白內障其實開刀就OK了 他不需要 他是可以治療的 可是你告訴他要開刀 他是絕對不會開刀的 所以你必須了解這些老年人的想法 然後去找一個可以讓他接受的方式 讓他去接受治療 當然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 一、兩年的時間 有志工和我們就是跟他說 反正就是台灣有一個很高級的機器後 可以把你的眼睛可能可以讓你重現光明 但是你就是要配合 那至於要怎麼做 我們沒有講得很詳細 後來他看得到了 就可以恢復勢力 所以蘭嶼的老年人疾病的觀念是 他不會從科學的角度去看 人生病 拉肚子 是因為我刺錯東西 不會 他會說這是因為惡靈做終 所以做歲 然後所以我不會拉肚子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文化脈絡裡面 你絕對不能用你的醫學常識 來去告訴他你不能這樣你要怎麼做 因為他絕對不會接受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醫的觀念裡面 還有一些譬如說像我們在部落裡面 很忌諱一些用語 譬如說像我們去看他 我們去看老人家 我們不能跟他說 欸阿嬤你哪裡不舒服 你知道他一聽到哪裡不舒服 他就會罵你 因為你在咒詛他 我怎麼會不舒服呢 健康的痕 所以我們要講什麼 阿嬤今天還好嗎 快不快樂 你問他快不快樂 他不舒服他會跟你說 哇我今天被痛 但是你絕對不要跟他說 欸比如說看到他好像就有一點不舒服 你哪裡不舒服嗎 是不是哪裡痛 他會跟你講說 孩子你不要亂講話 不要亂講話 這是我們最常聽到的 所以講話也是一種 我們在講話的時候 盡量避免那些就是可能疾病啊 或者是可能他會聽到那些 藍語的人很喜歡聽正面 不喜歡譬如說過世的人什麼的 這些都不能再提 然後再來我們做居家的方式 我們一定要先看年輕 就是像孩童 然後老年人是在後面 可是你知道有些長者啊 像有一個就很可愛 他告訴我說 欸那個嗯孩子你是不是每次探訪 我都是排最後的 你知道他為什麼會問我這句話嗎 因為他說每次你回去之後 我就聽到那個壁虎啊 一直叫一直叫 因為在男語來講壁虎叫 是一種不吉利的事情 所以他就好像房子裡面有鬼 所以他說你一定是去看了很多的老人 才到我這邊你把每一家的鬼都集中在我們的家裡裡面 讓我晚上都睡不著 那這個部分如果我剛好也碰到 當天我可能必須要先看小朋友 或者是比較不嚴重的話 我就要做跟老人人家做一個 就是可能稍微騙他 但是那個是一個善意的謊言 就你是第一個我看的 其實他可能是最後一個 所以像這個部分 在部落裡面你都要知道 然後再來呢 因為我們要去看 如果說我們去探訪老年人 我們是醫護人員 如果說從這個岸江離開之後 我們絕對不能經過鄰居的前院 因為我們是帶著惡靈走 就是走出來的 所以在當時我們還不知道的時候 人家都會罵我們 欸你們怎麼可以這樣 所以我們很多志工都很受傷 耶 蘇老人這麼認真 結果不被鼓勵反而被罵 那因為不知道傳統文化嘛 所以也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一邊學習一邊調整 然後呢 這個部分也很重要 就是在岸家洗手 不能在別的地方洗手 因為如果你到鄰居那邊洗手的話 就是表示你把這一家的惡靈 又帶到這一家 這個到現在還是有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到蘭嶺 做任何的服務 你們去探望哪一家的人 你們就在那邊洗手 絕對不能到其他的家 因為我們現在蘭嶺的水 有時候水龍頭都在外面 很方便就直接開了 一定會被罵 所以這個也是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在生命觀的部分 老年人他會認為 老化跟生病是一個自然的過程 有些老年人即便他是可以就醫的 但是因為他有這種觀念 所以他就不願意就醫 所以我們在早期的時候 要叫一個老年人 譬如說這個老年人他是皮膚癌 其實開刀就可以了 可是你知道這個老年人就堅持他 他說他不要 因為他老了本來就是會生病 像這種我們就完全沒有辦法去改變 或者是我們通常都是尊重的 然後呢 在老年人呢 他也覺得就是人該走就走了 如果多活其實是拖累了子女 所以有一些老年人到了一個年齡 譬如說他覺得應該是該走了 結果都沒有辦法離開的話 他會自己絕食 我們曾經有這樣的一個案例 就是一個非常孝順的一個兒子 然後他碰到了這樣的問題就來找我 他說你可不可以幫我勸一下我的母親 他其實沒有病得很重 但是現在都不吃東西 這個例子好像在面對惡靈也有 然後我當時去勸阿嬤 我說阿嬤你其實沒有得到很嚴重的疾病 其實吃東西還是可以慢慢復原的 這個老人家就跟我說 孩子你不懂我該走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在早期其實我阿嬤們跟我講仗 其實真的在當時 我不知道怎麼去回覆 然後但是在那個狀況之下 其實我是選擇尊重 因為其實你硬逼著去讓他吃 他真的是不吃 那這個也不是只有這個老人 才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 這個是有關惡靈的這一塊 所延伸出來的一個老人的一個傳統思維 跟一些的疾病觀、生命觀 那另外一個部分要談到的 就是有關於體觀、信仰就是性別界限的這一塊 在法務社會裡面 子女若接觸或看到異性父母的身體 隱私處對父母而言 這是一種羞辱或者是不敬 所以呢 帳戶關係呢就會影響到患者的配偶 是第一個就是順位照顧的 如果配偶離開了就是同性的子女 到現在還是這樣子 譬如說像我母親現在需要24小時照顧 我的哥哥他是絕對不可能幫他換尿片的 那即便我哥哥想幫他換尿片 我媽媽還是堅持不要 所以在打悟社會裡面 即便子女、女兒嫁到國外 如果媽媽生病了 他還是一定要飛回來去照顧 或者沒有人可以照顧 我們就舉一個例子 像這個這個阿嬤 他生兩個兒子 那其中他大兒子是快70歲了 然後有一次他就是告訴我說 他的媽媽已經一個禮拜都沒有吃東西 那時候我前往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他這邊的這個紗布 是原本躺在床上的 躺在那個地板的 結果我給他翻身之後 整個皮都留在那個床板上面 所以這是入床太久都沒有翻身了 在我是花了一個早上的時間在整理 就是在清理整理 你知道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的兒子70多歲的這個兒子 一直在旁邊跟我道歉 他說不好意思讓你做這件事情 但是你了解我們傳統的文化 如果我去做真的是對我的母親 他沒有辦法越過那個傳統的那個禁忌 所以他為了要彌補 他沒有辦法做這一件事情 他拿一直手上拿著200塊 一直要告訴我這是我的酬勞 那我跟他講這是我的工作沒關係 目前這樣的性別界限 在蘭嶼還是存在的 所以我們會碰到一個問題 如果這個老年人沒有 如果這個阿嬤沒有同性的子女怎麼辦 就會造成這樣這個問題 所以後來我們也會針對這個問題 一直在想說 到底我們要怎麼去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 好 這個是在男女界限的這個部分 然後大悟的那個老年人 他們的傳統思維也很特別 像住在機構就是不孝 孩子為他們蓋的小房子 就是一種孝順的表現 也就是說因為現在居住環境的改壁 有很多的老年人可能是 他們住在孩子的那個隔壁間零食屋 或者是他們住在公共租圈 因為沒有地方可以搭蓋 所以住在這樣的一個空間 即便是在這個公共租圈裡面 他也會認為這是孩子的一個孝心 所以他們看中的是這個房子 這個本身是孩子親自為他蓋的 不是看說我是在哪一個地方 因為其實大家要注意 豬在蘭嶼是一個家產 他不是像台灣本島我們罵人 就是罵豬 他是有位分的 在蘭嶼裡面 如果在過去的打戶社會裡面 如果有人洩鬥或者是有人 就是可能發現一些狀況 他們要賠償就是用豬 要不然用家產 就是那個田啊 芋頭田 他有瑪瑙所以豬是很 在達戶人來講 他是一個很高等的家產 他不是髒的東西 所以有很多的老年人 他就是寧願就是住在那個 就是豬卷的上面 他不會覺得那是很髒的 因為他就是財產 就像錢一樣 只是他是活物而已 所以在蘭嶼的文化裡面 只要聽到這個某某的老人 然後住在那個機構裡面 現在部落的人就在輿論說 這家的人不孝順 所以我們現在住在機構的 男女的老人是可以算得出來有幾個 那我們也曾經探訪 那些住在機構的老人 看到我們都是哭著 告訴我們說 可不可以拜託你跟我們的孩子講 叫他們把我們帶回去 因為其實基本來 他們到那個地方 就是一個機構型的一個服務 他們到最後就變成像機器人一樣 走路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們的都 他們照顧的方式就是太多嘛 然後洗澡就洗澡吃藥 根本就沒有很多的互動 所以變成像機器人這樣子 所以其實打悟的人在 我們不會住在機構裡面的 然後再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就是老人的生存價值 是建立於勞動與否 如果沒有辦法上上工作 他就是沒有生命的價值 所以會有一種狀況就是老年人 即便生病了 他為了證明他是存 他有生命價值 他還是會去山上耕種 像很多的阿媽都有氣喘病 那家人都禁止他們去外出 可是沒有辦法勸導 因為他這個就是老年人覺得 這是一種可以證明他的存在 他的生命價值的一個方法 所以如果你賀子他去的話 他可能活著就沒有意義了 好 所以我們談到靈魂觀 性別界限跟老人傳統的思維 這些的傳統觀念裡面 跟我們現代的醫療 其實有很多的衝突 比如說在靈魂觀的部分 他認為 還有另外我剛才就是忘了跟你們講 就是說如果今天有志工 來去照顧這個暗家的話 這個老年人 那他意味著就是沒有小孩 沒有配偶 所以意思就是說咒詛 這個家庭是沒有人在照顧的 所以才會有外面的人來照顧 所以當時我們要去照顧這些老人 他們會拒絕 因為他們還有孩子 他們怕會被咒詛說 像孩子沒有在做事沒有在做什麼 所以即便這個老人家需要照顧 但是他們就沒有辦法接受我們的照顧 在性別界限的部分就有照顧上的限制 如果今天這個阿嬤沒有女兒 可能就沒有人去照顧 我到現在還是一直會碰到這樣的問題 比如說這家裡面沒有一個 就是這個阿嬤沒有女兒 都是兒子的話怎麼辦 通常就是由我們協會的人 來去幫忙辦妙片 可是在台灣誰管你 可是在達悟的傳統武化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特殊性 所以我們都會配合 然後在達悟老人傳統的思維裡面 剛才舉很多例子 我們現在的醫療政策資源 根本就無法落實 我直接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家庭拖戶大家有聽過嗎 家庭拖戶的觀念就是跟那個 就是那個就是照顧小 有很多的保姆就是 那父母親要上班 去把那個孩子給保姆照顧 他有時候可以照顧算四個都沒有關係 那這樣的一個 就是家庭拖戶也是一樣 如果一個居家服務員 他有受過訓練的話 家裡面可以找四個個案來照顧這樣子 然後晚上的話就可以讓個案回去 可是剛才有跟你們講 只要跟疾病老人死亡有關 這個都是會禍傳不好的運氣 所以在男女的 在我們現有的志工裡面 疾病跟我一樣同樣都很年齡 就是跟我年齡差不多的 他們的觀念還是沒有辦法去容忍 欸 家裡裡面 家裡面容 他們沒有辦法去容許有病人 在家裡面住的這種狀況 所以當時我們在提計畫的時候 我們就特別跟縣政府說 因為男女有這樣的一個傳統文化 可不可以讓協會 就我們現在設立的這個協會 當成一個家庭 然後由志工呢 或居服員在那邊就是來照顧個案 但是你知道在那個 就有一些很可愛的專家學者說 這個不符合家庭脫庫的精神 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去上這個計畫 後來我就跟那個學者跟縣政府講說 所以這個脫庫 家庭脫庫這樣的一個政策 是適用台灣 根本不適用在南雲對不對 這個只是照顧台灣的 那他們到最後決定這個計畫 還是不給我們做一直到現在 其實這只是一樣 這是其中的一樣 有很多都是這樣子 因為不符合政府的一個 就是他計畫的宗旨跟條件 所以我們來女的人 沒有辦法去申請這方面的一些方案 那有很多像機構式的招呼型 他再來也不適合 送餐呢也不適合 但因為我們沒有時間 去談這個送餐的部分 現在我們已經接了 那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有很多的調整 因為南雲的飲食 老人的飲食是非常特別 只要煎炸湯瓢 就是只要混合的 他們不吃都是用水煮的 那這個我們也是慢慢去調整 那安寧照顧這一塊 你更不能沒有辦法 也沒辦法去推動 所以怎麼辦 這麼多的問題一定 如果政府沒有去了解的話 你如何讓你現有的醫療政策 可以落實在南雲 是絕對沒有辦法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看見的 在南雲我在從事護理這麼多年以來 我看見的 就是說政府在尝照這個體系裡面 很多的政策都沒有辦法幫到南雲的人 可以幫但是非常有限 所以這也是到後來為什麼 就是花更多的時間去投入 然後我們談到就是這些問題出現之後 我也一直在想到底要怎麼去發展 屬於在地的一個照顧需求 或者是照顧模式 那在還沒談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南雲的那個醫療照顧現況 目前南雲地區的人口數是4915 這是在2014年的04 就是4月份 那5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802人 那因為就是如果照那個WHO所規定的老年果 只要老年人口超過7%就是老年果 那我們那邊是16 已經16%了 那在802裡面當中就是有104個老人 至少有一個以上的疾病產生 那這個都要定區去探訪 其中有30位是肢體功能障礙 重病患者是無法外出的 這些都是需要24小時照顧的 唯一的醫療單位就是南雲衛生所 但是這麼重要的一個醫療單位 他卻要擔負100多項的行政工作 還有醫療 那長期照顧就這麼一小塊 他其實衛生所他的重點是醫療 緊急醫療 那在這麼多的那個工作項目裡面 他要去做好這個長期照顧 是沒有辦法做好的 所以我們在部落裡面 還是可以會看到很多的狀況 比如說老年人缺乏照顧的 或者是營養不良的 或者是孤獨的老人都還是可以看得到 我相信衛生所是有能力的 但是卻沒有這樣子的時間跟資源 所以當時發現這個問題之後呢 我那時候還在衛生所 我就跟一些在地的那個 就是年輕人還有就是 還有婦女就是在88年9月的時候 成立了那個居家關懷協會 那在107年的時候 我們有了屬於自己的那個工作站 這個就是居家關懷協會 只要到蘭嶼在路邊 你又看到這個圖樣 就一面牆全部都是有那個圖的 那個就是居家關懷協會 那關懷協會他服務的內容 是有包含居家服務 老人送餐 是去關懷據點跟資工管理 這部分很重要 因為我們所有的人力幾乎都是資工 每個部落都有資工 然後多元就業方案 這個是跟老委會申請 有八個人力 那這八個人力就負責送餐跟關懷 然後再來是景安救助的部分 所有的照護都是按著達悟人的需求 像我們沒有把老人 集中在一個暗陽機構裡面 而是我們選擇到他們熟悉的房子 熟悉的環境裡面提供各樣的照護 所以呢 像我們也會定期去幫忙做一些檢查 或者是去關懷 那就在家裡面 這個是我們資工想想的那個 然後送餐的部分 我們一到六日都有在送餐 那六日的話是送那個就是八寶粥 那可能大家會講說 為什麼要送這個八寶粥好嗎 蘭嶼的老年人 最喜歡八寶粥跟花生人湯 你像上一次那個馬接 他們就是在想說要 就是要認養星期六日的那個就是餐飲 所以他們就跟營養師啊 就討論說我們要怎麼讓 蘭嶼的老年人營養更好 所以他們就想說臭米啊 或者是很多可能營養師 覺得很營養的東西都送到蘭嶼 可是你知道嗎 最後的結果是怎麼樣 那些東西都放著 要不然呢就是讓孩子吃 他們根本就沒有吃 那在我的想法是說 老年人只要有東西進去 先讓他的基本生活 就是那種飽足感有就好了 我覺得營養這個東西 就是在慢慢漸進符合他們的需求 的這個部分再慢慢去研究 所以我們六日的時候 送八寶粥跟花生人湯 他們都非常喜歡 也可以當他們的點心 那信仰再來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信仰的這一塊 我們也是帶入不管做任何的活動 我們都是先禱告 好 在達悟的那個文化裡面 我們也會就是當老人 聚集一起吃飯的時候 很重要我們還是依照達悟的文化 譬如說你到別人的家裡面 你不能絕對不能空手 所以一定是要去的 那你回來之後你也不會空手 所以每次一個大聚會 或者是有一個聚餐什麼的 我們就會看到很多的老人 帶了一袋東西回去 這一袋東西他就是要給他的配偶 或者是孩子 這就是蘭嶼到現在 還是都會有的那個文化 甚至現在很多的喜宴啊什麼的 這些在蘭嶼都還是會 為大家預備這些袋子 好 那在辦理活動的部分 我們也會盡量讓老年人 做的這些的就是剪貼 是跟蘭嶼的那個生活 是很息息相關的 譬如說可以讓他們解一些圖案 是跟像大船啊 飛魚一樣這些 然後這個也是很特別的 在蘭嶼的文化裡面 老年人擺頭髮是一個表示沒有生命力 然後沒有精神 所以我們每一年都跟進一大學合作 就是蘭一蘭一減 那老年人最期待這個 因為他一年他就是每年就固定這個時間去蘭 然後每次本來是很沒有精神的區域協會 接我蘭的頭髮 其實那個精神非常非常有精神的出去 所以這個一直到現在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照顧 可是在台灣應該不會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是針對老年人的個別需求 來去發展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那這是什麼 大家看 原本 頭髮 對 然後你知道如果以我們 以我們護理人員來講 看到這個頭髮第一個要做的是什麼 對 就是替光 要不然去殺光光 對不對 可是我們在哪裡不能這樣子做 當我們還不懂這些狀況的時候 我們很多的老人去拒絕我們去家訪 為什麼 老人告訴我們說 他每一天唯一的興趣就是在抓頭師 因為那個可以 就是他會有聲音 你用指牙肌的時候 就是或者是他會放在牙齒裡面去咬 然後就會有那個聲音 然後覺得很有層次機 然後也有快感這樣 所以他覺得那是每天他唯一的娛樂 然後是很有興趣的 可是我們卻剝奪了他唯一的那個娛樂 所以後來很多的老人家 就不要我們去看他們 因為他們就是我們會把他們的頭十殺光光 所以呢 我們就要想 這個我們要怎麼就是不要繁殖太多 但是又可以讓他可以還是有一些娛樂 可以去去那個 所以這個就是考驗我們的智慧 所以現在剝落裡面工作 你沒有辦法拿就是像我們這些主流社會的思想 真的沒有辦法運用在我們打悟的社會裡面 所以你要自己找到你屬於自己 藍與符合的一個照顧模式 好 我不好意思 我還是講完這個部分我們再下課 那我剛才談的這個部分是協會的部分 如果我們把長期照顧分兩個大塊的話 第一大塊就是設政的部分 也就是說像送餐、居家服務 這些資源都是從政府部門來的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衛政 也就是從衛生單位或者是從那個就是健保局 那現在協會的這一塊已經做了13年多 然後也很穩定了 那現在我下一步是要做什麼 就是在藍與設立居家護理所 現在是第三年 那要做這件事情我不可能在公家單位 我在公家單位我沒辦法好好全力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在2011年的時候就離開公職 那其實最重要是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設立 可以讓可以招聘在地的醫護人員 就是也可以傳承或者是永續 然後整合那個資源然後連結 讓社區的人我們可以一起來共同去做 然後是落實長照服務 然後以在地需求出發的 很重要的是尊重傳統文化 同理不是改變 這是非常重要的 特別是對於我們醫護人員來講 我們很習慣就是到每個地方 我們就是希望就是大家按 那個地方按著我們自己認為的方式來去做 其實事實上我們還沒有去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地方就已經有他在地的文化 那我們如何去改變 所以最重要的是同理而不是去改變 那這個居家護理所做的東西是什麼 最主要是居家護理就是在醫院做的 我們就是都可以做 然後輔具的租金跟資源連結 安寧居家是民營也要開始退的 然後獨居老人關懷 那居家護理包含很多可能身體評估 還有專業技術的提供 一般護理的提供 還有代檢檢體這些 這是我的工作團隊 這是台北草莓 那他也是放下台灣的工作 然後就是跟我一起做已經第三年了 那這些赤字工 這是我子女 那現在是伴子 這是我們的這是在居家護理所的 專職是三個人 但是我們同時跟居家護理所協會合作 因為我們工作是 我剛才說長照體系可以分兩個區塊 一個設政的 協會的角色是在設政的部分 我們居家護理所是位政的這個部分 所以一起做結合的話 其實可以提供在地人 一個比較完整性的一個長照服務 那這是我們裡面的一個 就是做那個工作的狀況 這是我們在下巷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個包包 裡面什麼都有 雖然小小的 可是你要什麼都有 非常齊全 然後我們服務幾乎都是到案家裡面 OK 傷口護理是我們很重要的 我們可以把一個個案的傷口 你看101年的6月6號 是這麼大的一個傷口 經我們的照顧 101年的9月12號變這麼小了 這個部分衛生索沒辦法做到 因為需要人力 那你也需要一個就是長期的追蹤 你看這個傷口在6月11號是長 現在已經這個也是在9月分就愈合了 在南嶼如果沒有得到好的照顧 他不會這麼快愈合 安寧居家是一個很重要的 雖然我們現在還沒有開始推動 但是我在開始推居家護理 就一直在做這樣的一個服務 就是在人的最末端的時候 我們就是提供舒適護理 跟引導家屬 就是道愛道別道歉 四大人生這個 這個明明我會全力地去推動 靈性關懷是生病的人可能需要長期的 就是需要靈性的關懷 所以我們跟居家關懷協會的同工 一起去做關懷的工作 傳息服務也是我們在承接的 也就是說如果家屬做得很累了 可以跟我們可以跟憲政府 申請這樣的一個傳息服務 我們就在家裡面幫這個老人照顧 那家屬就可以休息 因為家屬是非常辛苦的 那在台灣這邊的話是 如果要傳息服務 就把個案帶到機構裡面 然後你就可以做你的事情 但是在來裡面有養護機構 所以我們就直接到案家裡面 提供這樣的一個照顧 獨居老人關懷也是跟協會一起合作做的 然後我們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還有做那個扶具的租賃 譬如說這些東西都是我們現有的一些設備 都是善心人士捐助的 那這些就是我們會親自送到 那個就是個案家裡面 如果像病床這樣比較大的話 家屬會自己想辦法找貨車自己來接 那資源連結也很重要 因為在地專業的人員是非常缺乏的 所以我這樣的一個居家護理所的一個平台 就是也都接受台灣的醫療團隊 固定來支援我們 包括復健師或者是各方的 就是醫療的專業人員 那中醫門診這個是 台東基督教醫院跟我們合作 所以我們也是每個固定性行事 都會有這樣的一個服務 那西醫的醫者呢 這個是福倫社的一位醫師 他捐助了我們一些醫療用品 有機會到來 然後看到來你的需求 他自願從台北交通費用都是他自費 他說只要可以幫到我們他很開心 所以每一個月都會來一次 醫療團隊就是其實每一年 他們都會固定一個大團隊 各類的那個醫療專業人員都會一起來 然後協助我們做醫療的服務 甚至他們也會提供現在新的一些醫療資訊 然後教導我們 然後做一些協助或者是做一些教導 那我們也接受一些學生 或者是只要有相關科系的、社工的 我們都接受來做一個社區的醫療服務 因為這個平台也是很重要的 OK 其他的服務內容都包含上 其實看起來好像很 就是做很多東西 但是其實是一群人在做 不是我一個人 但我很相信一件事情 真的如果你有心要完成一件事情 大家會看到你的用心 會有全力來支持你 所以這也是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你有夢就勇敢地去追 你想做什麼 只要你的理念是對的 只要你做的是有對的 大家也都會一起幫助你 這是簡報的這個部分 我們就先到這個部分 好 這是我們居家護理所的外觀 OK 先給你們看一下 在這個過程很多的醫療團隊 還有一些資源都不斷的注入 所以我們沒有花任何半毛錢 比如說在醫療的那個消耗用品 或者是可能醫療儀器裡面 幾乎都是外界資源的 OK 所以 保險這個我還是要說明 所以昨夢藍與長照的體系藍圖 就我剛才說的設政的部分 居家關懷協會已經穩定了 那衛證的這一塊 其實衛生所是可以做的 但是因為人力還有他們的業務太多 他們沒有辦法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離開全職去做這個 衛證的這一塊 這樣的一個完整性呢 可以提供在地的人一個單一窗口 他只要到我們居家關懷協會 或者是居家護理所 他就可以得到所有 跟長照有關的醫療所有的服務 所以這是一個很 這是一個夢 雖然我們現在還在進行當中 但是我們會不斷地去調整 然後現在也還很多 我們需要去面對 譬如說像現在我的居家護理所 也還沒設立 還是掛在別人的名下裡面 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一天還是會設立的 所以每一個人都是上帝手中的寶貝 我們既然有這樣的機會服務人 就要珍惜每一個人 上帝讓我們有機會接觸這些人 就用我們現有的能力 來去幫助這些人 好 謝謝 那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看紀錄片 嘿 好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在最後面有一個討論 請大家就是布林椅子這樣 好 謝謝 在這邊我要先特別跟各位抱歉 就是裡面面對惡靈裡面 因為當時才25歲 所以母語不太會 但是母語還不太會 所以有一些像那個 有一個老年人在解釋 老年人到一個年齡 會跟孩子分開就是獨居 我解釋成獨居對不對 其實那是錯誤的 他說的是分開居住 所以當時會有人誤解 其實也是因為跟這個有關係 所以在這邊跟各位周圍講一下 因為當時對母語還不是很熟悉 所以其實我們自己在反應的時候 也是非常重要 那其實這一部紀錄片從前面 我大概講解一下 就是我用那個蘭花是我的同學 可是那個他的家人 對他的照顧是無為不自的 可是反觀達悟的老人 好像就沒有這樣 那其實他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就是我剛才一直在強調 就是老年人是當他年老人 那是很自然就是要在生命裡面退場的人 所以他們會比較看重年輕人 就是如果譬如說 像我們現在再走一條路 這個人碰到 同時碰到老年人跟年輕人 你才會讓誰先走 年輕人不是老年人 那不是說不孝順這些老年人 而是在把握社會裡面 就是對於勞動 有勞動能力的人是非常看重的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當一個年輕人生病的時候 他的照顧跟老年人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在前面的部分 就呈現了許多可能老年人 因為沒有家人照顧 或者是青年外流 所以很多的老年人沒有人在照顧 然後在第二個部分 我們就照顧志工來去補足這些 因為沒有辦法得到很好的照顧的 這些老年人可以透過這些志工的參與 可以有一些的照顧 所以但是在這樣的傳統文化裡面 你要招募志工是很不可能的 不容易的 所以牧師也有講 那我們用什麼樣的方式 就是用宗教信仰 因為我們發現宗教可以弱化 在地人做這件事情的那個恐懼 所以禱告非常重要 不管要去做服務之前 還有結束之後都要用禱告 那這樣的一個禱告 會讓他們比較不會懼怕說 那個惡靈會跟著他們回家 所以在我們推動居家護理的過程裡面 就談到了很多可能就是 面對那個傳統的 比如說像小房子 或者是疾病官、生命官 有的人就是可能為了 有一個阿嬤五個月都沒有上大號這個 你知道他為什麼都不吃東西嗎 因為他說他沒有女兒 如果他真的 因為他又沒有辦法走動 所以他如果吃東西的話 就會需要他的兒子 來去幫他換尿片 他覺得這樣是不行的 因為我剛才有說就是 如果一性子女看到那個 一性父母的是一種禁 所以他寧願禁 就不吃東西就喝東西而已 所以但至於有沒有五個月 我覺得在臨床這是不太可能的 有時候老人家講的 可能就是比較誇張一點 但是我相信他可能就是 很久都沒有上大號了 然後就是面臨很多問題 還有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有一個資工一直在討論說 他很想做這個工作 可是家屬反對 他們為什麼反對 就是因為他們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是會招來厄運 所以他必須要偷偷地去照顧老人 所以會有這 就是家屬也會去反對 部落的人也會覺得 這幹嘛他們要去做這樣的一個工作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是會去 透過可能這個紀錄片 所以我們拍了這一部紀錄片 可以透過分享的方式去告訴他們 其實這些我們做這樣的一個服飾 被上帝看見的是 被上帝悅納的 特別是針對一些基督徒天主教徒的話 他們在服飾的過程裡面 會比較能夠放下那個心法 所以我們也透過一些募款 或者是一些座談 讓附落的人可以知道 我們為什麼要做的原因 那後來蘭嶼 蘭嶼國中的學生也加入了 一直到現在十幾年來 他們從來沒有間斷過 而且他們現在不需要跟著我們了 他們就會自己在每一年的年初 就是老師們會帶每一個 就是部落的學生去部落裡面 可能就是去關心 要不然去募款 或者是去送麵包送什麼的 那這一直是常態 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瓶子 那後面 因為剛才在私底下 就是我有學生先離開了 他就問說你好像沒有 就是到後面沒有很清楚的去講說 到底我們是如何就是在 就是尊重傳統文化脈絡下去 找尋我們可以照顧的模式 其實我這邊要強調的就是說 我們不是完全換一套 我們自己的照顧模式 而是我們以現有的那個照顧 來去做結合 或者說是做一些轉換 比如說像送餐我們就做轉換了 或者是說做結合的方式 看怎麼去做會比較好 而不是完完全全 我們自己發展一套 我們自己可能跟台灣的醫療 完全脫軌的一個醫療照顧 是一種結合 所以這個部分要特別跟各位的交代的 那剛就是我們在簡報的部分 我們又談到就是我很想去了解 到底蘭嶼的老人需要的是什麼 其實呢 他們說送餐是最高的一個孝順表現 所以到目前為止還是 子女都還是會固定送餐 那我們不是居家化學會有送餐嗎 蘭嶼的孩子只有送到餐和中餐 我們送的是中餐 就補足那個中 因為孩子們要去山上的時候 他不可能為了中餐還要回來 然後又再去山上 所以基本來講孩子只送兩餐 那中間的這一餐 就我們協會送這樣子 所以並沒有取代那個送飯的 這麼一個好的一個 跟父母親有機會接觸的 這樣的一個機會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做結合 然後老人家說 如果送飯的過程裡面 可以跟老人家聊天那更好 所以他們期待就是更多的聊天 那一般來講房子住哪裡 不能去不會決定他們覺得 在那個空間是不是幸福 因為這個對他們來講 就很像說有一些蘭嶼 就很像我們大家住自己的房子 住習慣了 就算提供給你再好的房子 你可能也會不喜歡 因為那個地方是你熟悉的 蘭嶼的人也是一樣的 給他好的地方他不見得住得下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是慢慢去找到 可以符合在地照顧的那個需求 更重要的就是我們也發現到 蘭嶼的人不是不習慣這種照顧 而是從來沒有經歷過 他們後來發現說 原來人要離開這個世上 也是也有這樣的一個 可以得到這麼好的照顧 所以紛紛的就是當他們接受 我們的照顧之後就開始期待了 甚至會數那個日子 那後面的有一個老人在結尾 不是再見嗎 其實我就要跟他再見了 可是有沒有發現他一直要抓住我 就是希望我不要這麼快回去 其實我們到老人家也都是這樣 一直他的話不停 甚至氣喘的而一直講講講講講 他就是希望把他的話全部都講完 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就是很多的志工 還有居服務員 我們就是強調聊天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服務 而不是我只要做什麼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依蘭嶼老人的個別 就是他們的需求來去提供他們所想要的 所以這個是紀錄片裡面 他主要呈現的精神 那我不知道大家在看的過程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你一直到現在 不管是前面的分享 或現在你想到的都可以隨時問這樣子 好 有沒有人 好 好 如果我們還有一個問題 對 首先就是第一點就是說 像老師 教老師 對 習慣教老師 可是川老師說 就是你自己是身為達悟主義 那可能你在就是自己有醫療專業 那可是在面對自己重複文化的時候 你可能比較 因為可能有就是會輸主義 或是對自己文化改變對的一些表情 那就比較好 就是去去理解說他就是族人對於你的健康 就是族人的健康 在文化中的健康 那可能比方說 就是我自己是的 就是我自己不是原住民的 就是我自己看的 那就是我也有想說 就是想要去了解就是原住民的健康 在傳統文化中間的難關 那有沒有什麼建議的方式是說 我會比較好 就是有沒有什麼方法 說我可以比較好去了解 那或者說要去了解的話 對我來 就是對我這個身分的人來講是不建議 那第二個就是說 就是剛才老師有提到說 就是你在國家的制度上面 就是很多次沒有辦法 就是因為跟傳統文化的重途 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讓國家的資源盡到 就是藍女區 那就是因為現在政府在推長照 長照法跟長照保守法 這類的東西 對 那就是在這個法律之中 不知道老師對於這個法律有沒有了解 那如果說有知道的話 那覺得這個法律有沒有在針對就是 藍女或甚至是整體原住民的群群上面 有什麼可以再調整或者是增加藍女區 好 謝謝 其實我們現在居家護理所跟居家關懷協會 都有開放這樣的一個機會 讓外地的 譬如說醫護人員 或者是你想了解藍女的整個醫療狀況 可以用志工的方式參與 我覺得不要自己一個人去 因為其實部落有很多的情形 就像我說的 你沒注意的話 可能你就觸犯這個禁忌 那采魚最重要的一個原則是 你不要帶太多你自己的想法 因為很多那種 就是我碰過很多的學生進來啊 就是真的有時候聽到就是 你們為什麼不這麼做 不這麼做 就是還沒有做 他就給我們很多建議 通常無上我就比較 沒有時間跟他談我 可能在第一時間我們就會拒絕了 因為你來你沒有做功課 而且我也沒有這麼多時間 可以跟你講這些 所以通常我們會期待 如果要到哪一個地方 你就先了解他們的文化背景 那我們是很樂意接受這樣的一個 就是學生或者是不管你是哪方面 相關科系的人來參與這樣子 那另外你說的有關於政策的這一塊 其實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公子 原本是公子人員 可是就是因為在那種體制內 真的永遠沒有辦法 就是我們只能是依照上面講什麼 我們去做什麼 所以我看的很多的錢就是這樣花費 然後沒有放在刀口上 這個就是我離開公家 單位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因為我是蘭嶼的人 我知道我們自己人需要什麼 就像說這個家裡裡面 我知道我要怎麼去裝潢他 我也知道我的需要是什麼 可是憑什麼外面的人去決定我的房間 我的房子裡面 我的需要是要由外界決定的 所以這是我離開衛生所 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 我要自己去主導這個房子裡面 我要他呈現什麼樣的 所以在我了解在地文化之後 我可以用自體計劃 或者是把我們自己的需求 跟外面的人講 所以現在我離開衛生所 其實說實在都是外面的人找我們 就是說 譬如說如果他們有一些錢要 就是可以補助蘭嶼的 那我通常我先講我自己的想法 如果他們沒有辦法 按照我們自己的期待 或者是我們的做法的話 就算這個錢再多我也都不會要 對 所以我通常是 我會希望我們 我會就是我們自己決定 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所以現在我跟外界靈犀 或者是需要什麼樣的資源 我都是直接告訴他們 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然後他如果可以支持 我們就繼續合作 如果沒辦法 那你找別的地方這樣子 對 那政策面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 他們有邀請我去參加 但是因為可能這樣往返 就是可能時間花很多 而且現在也是在就是建制期間 所以可能比較沒辦法 但是我的老師 他是也是參與在這當中 他有時候都會問我的意見 所以其實我也會適時的 把我們蘭嶼的這個部分 提供給老師這樣子 對 所以我是聖工系的學生 然後我只幫他做的 然後我很好奇的就是在 因為有看到社群跟威正在當地的時候 說那我比較好奇的是 因為說我比較聽到是自貢 這個成分 那社群在裡面的角色 對 就是他的位置是在哪裡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我不太清楚 現在來一個年輕人的想法是什麼 那我很好奇的是 現在還有多少的年輕人或者孩子 對於所謂的二靈信仰還會去追求 因為我想說這樣的影響 可能會受到當代 就是當代年輕人可能對於 所謂的宗教信仰或者是這種比較 因為剛才我提到 看裡面有提到說什麼靈性 他們會還會繼續追尋嗎 因為這可能會對未來的老人照顧 會有很大的影響 或者是說這些孩子們他們到老的時候 他們會願意追尋傳統的文化 就是可能分開居住還是說 還是固責自己個人的幸福感 因為覺得大家可能對於傳統文化的那個追尋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的就是向對人家來說 謝謝 還有就是那個不好意思 就是因為剛才提到傳統文化 因為未來就是要在你一定傳統好刑法 然後可能會與採取收費的 就是使用者付費 然後收費的那種概念 然後如果這樣的東西到了來 你們會怎麼樣去面對 就是因為我相信收費這種東西 對於那些老人來說 是一個比較不適合的一個方式 社工的角色在蘭嶼相當的重要 但是我們蘭嶼真的是人才缺缺 你可以算現在高中 大學畢業的都可以算得出來 研究所畢業大概不到五個 所以其實目前 大概也有一、兩、三個是社工所畢業的 但是有的是沒有可能沒有來生 或者是是有三個 但是它是非常的重要 不過在我們來 因為就像我要推阿寧療護 可能它是一個team這樣 但是真的有時候 我們通常像我自己是護理師 可是我可能就要兼社工的角色 募領人員的角色 甚至醫師我沒辦法 所以我們還是會有一個醫師 所以有時候在沒有的情況之下 我們自己會兼 但是未來其實這個社工是相當重要的 像協會現在我大姐是總幹事 他自己有去讀空檔 去補那個社工的這個區塊 對 那聚焦護理這一塊未來 當然我們一定會有這樣的編制 可是目前我還沒有薪水 可以付給這個人力 所以當然這是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每一個人的角色可以分工的話 我不會這麼幸福 而且每一個人的角色都是不一樣的 對 然後另外那個年輕人 對於這樣的一個傳統信仰 其實大部分有到台灣本島念書的人 其實都已經沒有什麼傳統的這種觀念 然後其實你問他一來語的狀況 比如說這些 他們有的都不太知道 所以很多的年輕人回到島嶼之後 他們會按照現在的一個 就是台灣社會裡面 怎麼去照顧父母親的這種方式 當然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講一個例子 有一個就是有一個阿公 他就是只有一個女兒沒有兒子 然後他需要每天換尿片 他是一個不槍開刀 然後因為沒有辦法自己換尿片 所以他必須靠著他的女兒 每天幫他換 那這女兒就是完全就是 因為他自己的想法是說 他是我的父親 我本來就是應該要去照顧 可是有一天這老人家告訴我說 孩子我覺得我現在活得很沒有尊嚴 我說怎麼會呢 他說我的女兒都把我的身體看光了 他覺得很沒有尊嚴 然後他不想活了 你知道在當下 我不知道怎麼去跟他解釋 但是我跟他說 過去你曾經照顧你的女兒 你現在需要你當 他就應該這樣的付出 可是他跟我說孩子你不懂 你知道他不是癌症 第二個禮拜他就離開 後來我聽到那個子宮告訴我說 他就是進食決食不吃東西 所以即便年輕人 他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但是老人家的概念觀念 他是沒有辦法這麼快地去改變 所以我們在部落裡面 在做推動的工作 我們會按照老人可以接受的方式 來去做適度的調整我們的方法 所以我們會跟就是要參與的年輕人 或者是做志工的 我們會告訴他們 來你的那個文化是怎麼樣 但是這個老人他可以接受什麼樣的服務 有的人不接受換料片什麼的 所以在做服務之前 我們都會把個案的整個 他的特殊狀況就是跟大家講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就是一邊做 然後一邊調整 因為沒有絕對說哪一種方式是最好的 然後另外這個長照保險的這一塊 就是譬如說那個使用者付費 確實現在來源很難 所以像我自己本身是居家護理師 我要去個案家 其實交通費是他們要付給我的 可是通常我們是不可能拿到這筆錢 所以都是用服務的方式 對 然後因為你在像居家護理所 在台灣本島都是就是自己經營的 你是有一筆錢 然後去做這樣的一個工作 所以通常都是什麼 就是營利為主的 可是在島嶼 在蘭嶼裡面 我必須可能會分兩個區塊 一個就是說還是需要靠一些捐助 或者是因為我沒有這個能力 就是有一筆錢我可以做得很好 而且我們做這個也沒有再賺錢的 幾乎現在我沒有薪水的 我做了三年 對 沒有薪水 那這沒有關係 我要說的就是說 做這樣的一個工作在蘭嶼 其實如果從經濟效益裡面或成本 我們是賺不到錢的 可是為什麼要做 因為它很重要 而且這是一個起頭 這是一個開始 如果我們不做的話誰做 而且台灣如果台灣也不就是台灣的人 就算有心他也沒有辦法母語的部分 他也不同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這樣子的一個選擇 就是說我們自己是法務人 更應該就是要就是問我們自己的島嶼 這邊做一些付出 所以會有兩個區塊 我們這個部分有一些他沒有辦法 自付的部分我們去用募款的方式 像我們很多的醫療用品 這些有的都是一些台灣朋友捐助的 所以我們再換藥再做什麼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跟他收費 但如果他符合那個受案條件 我們可以用健保 就是居家健保的這個部分 那健保局那邊也會給付一些錢 給我們這樣子 所以可能會有用兩個部分 如果這個老人家需要 但是又沒有辦法自費的話 我們就用完全服務的方式這樣子 對 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對 還有嗎 老師 給你們 我想問一下就是 因為像剛剛老師你也提到 就是在你這邊關於性別界限 很明顯的那件事情 所以就會有那種 跟他講那個老先生他就這樣決死死這樣 那所以變說那像你們在做志工 因為我剛剛看整個影片幾乎都是女性居多 那遇到男性的這種長輩的時候 那對於這種護理的方面要怎麼去處理 或是說在整個你們現在護理站面 是有男性嗎 因為在至少在這部影片 也幾乎是好像沒有這種男性異工部分 我們目前就是我們居家護理所圈置的居服員 有三個 其中有兩個是男生 對 就是男性 然後這兩名他們就是非常虔誠的基督徒 所以男孩子的部分就是他們寶伴 那像我的身分很特別 我跨越這些禁忌 所以我可以幫他們換妙片 因為傳統的社會裡面 他們是可以接受我這個樣的角色 就是幫他們換妙片 甚至像我們導悟的那個 就是有人過世的時候 所有的女性都要到另外一個空間 就是不能參與任何傷禮的所有的事情 可是我的角色被允許可以在現場裡面 去處理屍體護理 臨終護理 這個就是這我覺得是一種恩典 也是一種我不知道就是是部落可以接受的 不會說你是女性 為什麼會站在這個地方 有些老人家不知道 他說孩子你怎麼會在這裡 可是家屬會說他是護士 這是他的工作 大家就沒話講了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沒有辦法參與的情況之下 我可以協助他們 因為其實在處理後 是有很多的事情要處理 有些家屬如果沒有我們專業人員 去協助的話 他們有時候不知道方向 所以這是一個被允許的一個角色 專業人員在部落裡面 所以荒尿片除了我們志工之外 我也可以 護理人員也是可以 對 請問你說護理人員 可以是只有你還是其他護理人員 其他護理人員都可以 對 然後我有點聽不太懂 因為你剛剛說臨終護理 這個聽得懂 屍體護理我聽不懂 臨終護理就是它包含屍體護理 就是人過世之後 你不可能就這樣子讓他走 可能要換尿片 因為有的可能家屬還沒有來 他需要就是看那個王子最後一面 所以在這之前 我們要做一個護理 就是因為只要人過世之後 就是所有的器官就會完全鬆弛 那就是譬如說鼻子 你只要可以想得到耳朵 這些都會留一些的議題 譬如說像大小便也會失禁 所以我們一定要幫他做 就是做護理 擦澡 然後這個也是對王者的一種尊敬 就像說人出生是這麼樣 大家是喜樂的迎接 人的死亡也是自然的一個過程 所以在臨終護理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人走了 也是要讓他有尊嚴的離開 所以我們一定會幫他擦澡換尿片 然後穿他生前最喜歡的衣服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所有可能有動的地方 我們全部塞棉花 那有的人是死不瞑目 睜開眼睛 然後要讓你嘴巴張開的 我們這個都可以用 像譬如說用毛巾 然後可以用那個什麼 就是我們稍微浮一下 他可能就閉眼睛了 就是有很多 然後人最後消失的器官是聽覺 那在這個時候 很多家屬的情緒都沒有 還沒有辦法釋放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引導他們說 最後最後的那個器官消失的是聽覺 八小時之內你在他的旁邊講 他都聽得到 他都聽得到 他只是沒有辦法回應你 所以有的老 所以當我們引導家屬 去跟這個王子講話的時候 有很多王子就是還是流著眼淚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你引導之後呢 他那種後面預期的那個癌傷 就不會這麼的嚴重 所以這個臨終的這種護理是很重要的 而且是特別要很重 而且是要引導家屬跟我們一起做 讓他們在最後的那個過程裡面 也參與這個服務這樣子 這個在台灣本島其實就是 臨工 安寧療務 對 安寧療務 如果不是進入安寧療務系統的話 其實在台灣就一般的禮儀公司的工作 嗯 對 可是禮儀公司比較 就是你講的那個 他比較偏重在就那個儀式而已 是整個儀式不是這個王子本身 安寧療務是針對這個王子本身 跟家屬的那個心情來去做處理的 現在台灣正在退安寧療務 就是那個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網 我覺得這個是趙可思博士就是他在退的 那明年來於就在要開始退了 那雖然是明年才開始 但是其實我在十幾年前就開始一直 慢慢左手這一塊 對 還有人有疑問 來 您剛剛說的那個四道人生 在您就是這幾年這樣工作下來的感覺就是 這個四道人生到底是對 就是那種生病的人到底是對誰 什麼道謝 道安或是道律 那他們是對誰就是要道謝 他對誰要道謝 就王者 王者要道謝 就是對王者道謝 因為其實你知道我就說 最後消失的是聽覺 有的王者就是他離開 就是在離開的時候 最不發現的是某某可能小孩子 或者是家裡的什麼事情 但是在這個過程如果每一個 就是我們引導家屬每一個人都跟他說話的話 其實對王者當然他是聽得到 可是直接的幫助是家屬 因為如果你們有機會的話 譬如我不知道 我自己本身在三年前 我就是我大哥就是意外的 就是車禍走了 其實一直到現在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有時候在想到他 我都還是很深的思念 甚至如果像以前我就拍了很多他的影片 我再看我還是會落淚 那在當時 我覺得我們沒有這麼嚴重 是因為我們在那個過程裡面 你知道嗎 就是在送走大哥的那個過程裡面 我們家有五個兄弟姐妹 我們就是在他要準備進到那個什麼 就是兵庫的時候 我們有六個就是他是躺著 然後我們就是就一起拍最後一張照片 然後其實當下是大家都是笑著的 可是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每一個人的眼睛都是腫起來 我很慶幸我是護理人員 我可以這樣子來引導我的家人 可是在藍瑜有很多的家屬 沒有辦法這樣子做 我常常碰到的就是說 因為我剛才沒有講清楚 就是在藍瑜的文化裡面 如果有人過世的話 他是在白天過世 一定要在下山之前一定要去埋葬 不能留在部落太久 那如果是晚上離開的呢 一定要在清晨大家還沒有起來之前 就要去埋葬 這樣的一個用意是說 希望這個王者的那個 就是停放在部落的時間不要太長 因為這樣子部落的人會講話 怎麼可以把屍體留在部落裡面 所以你知道在就是 像現在我碰到很多的一些案家 就是譬如說其實這個過世的人呢 他的孩子還在台灣本島 那其他的家屬很期待 這個台灣的家屬可以回來 看他的父母親最後一面之後再去埋葬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是這樣很匆忙的 就把這個王者就是送到牧場 我就曾經碰過這樣一個 就是是一個年輕人 他是直接跟所有在處理那個 就是王者的那個屍體的 所有的親屬講說 就跪下來說 你們為什麼這麼急 一定要這麼急 我的妹妹都還沒有過來看他 這樣然後就開始哭 你們為什麼要把我的爸爸綁成這樣子 因為在傳統裡面就是我們是直接用 就是要活著那個 就是王者的時候是用這樣 就是有一點像那個 我們在媽媽肚子裡面的那個姿勢 然後就是用繩子去綁 然後這樣的一個方式再測背 就是要送到牧場的時候 是可以測背的這樣 這樣體積不會太大好 那像我現在在部落裡面 我其實是尊重家屬的醫院 如果他們要用傳統就用傳統 如果要用現代 我就告訴他們可以這麼做 可是我不能左右他們 但是當時我就跟那個家屬講說 我說你是孩子 你是第一就是第一等親 所以你可以決定你的父親怎麼離 就是要用什麼樣的方式離開 但是因為其實他的哥哥是聽很多 那個就是部落的那個 就是他的長輩說一定要用傳統的 然後你知道嗎 這個年輕的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父女 就跟我差不多大的 我每天每次看到他的FB 真的感觸很深 他寫了一個思念的風 其實我看到我會很難過 我很難過 我知道他很思念他的爸爸 在那個過程裡面沒有很好 就是沒有被引導 甚至他沒有在充足的時間 去跟他的父親道愛、道別 所以呢 讓他在這個後續的過程裡面 你常常就看到他的FB裡面 去思念他的父親 我相信一直到現在他的心 還是沒有辦法釋放的 所以這個在部落裡面是很重要的 當然我們現在我還在想 我要怎麼去結合 就是不要完全取代在地的那種上上禮書 因為他還是有他存在的意義 那如何去結合 讓那個預期的安傷可以減到最低 這個也是我要一邊學 然後一邊去學習的部分這樣子 所以道愛道別這些是針對活著的人 幫助活著的人 可以讓那個悲傷不要那麼嚴重這樣子 因為如果你超過兩年 還是沒有走出來 嚴重的話就是憂鬱症就是這樣子 然後慢慢嚴重 整個身體也會被影響 像我媽媽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弟子 因為我大哥的離開 他現在整個身體就是小腦萎縮 現在24小時都需要照顧 這個就是沒有處理好會造成這樣的狀況 對 好 還有嗎 還是我們的時間到了 對 沒有問題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因為你整個投入這一方面的 這照顧這一方面已經有十幾年 那就是你的影片是1996到2001年 花了五年時間完成 所以實際上從1996你接過 就是已經花了18年在問這個事情 對 所以裡面18年前的議題 跟現在藍宇18年幾乎就變化很大 所以你看到議題有什麼不一樣 那像死亡 因為你現在目標有一點是臨終照顧 安靜照顧 有一點不一樣 跟你說十幾年前你已經看到這一塊 那可不可以說說看 如果配合藍宇現在過了18年這個現實 你覺得還有什麼事情也許當時做的 或者當時的阻力或者困擾不存在了 可是有一些新的事情 比方你剛剛講的那個老人家過世 還來在臺灣 那聽起來因為生活方子 有這個距離無法回來參與這個商品 或者就是對於死亡的觀念 他跟他父親會送別這裡種 他沒有這麼強的問理的觀念 所以這18年來你現在就看到新的需求是什麼 其實在面對20那段期間 是我就是剛做的時候 那個應該是最前面 大概10年的時間所記錄下來的 那時候所面對的是傳統文化 所以後來發展成有居家關懷協會了 有次公了 所以其實我們順著就是在地當時的狀況 去補足因為文化造成 一些醫療的缺乏 所以就慢慢現在已經十幾年了 大概我發現算應該有15年之久了 然後我覺得現在這個階段 所面臨的一個部分就是整個政策 它是不是適用在來於 所以這個是我現在正在努力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怎麼去轉換去結合 對 然後我覺得新的議題 像在10年前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們可以讓離開的人 可以就是這麼有尊嚴 或者是說可以讓家屬在 就是跟亡者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還可以有這樣子的一個 引導他們來去道謝道哀道別這種 這個都是新的一些知識 然後當然很重要的就是說 這些新的知識我們學了之後 我們不能如法靠置的來去運用在來於 因為整個社會的那個背景 還有形態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要花很多的時間 一邊做一邊推一邊改 所以在這個過程 目前的話 我現在就是正在著力在那個 居家照顧的這一塊 是在比較偏重在醫療這一塊 因為我覺得設政這個體系 是已經有一些穩定的 那現在是發展一個在地的醫療照顧 因為在過去 我都是一直在公務部門的體制之內 現在我走出來了 所以我可以比較可以 從一個外部的一個角度去看 我們在提供的這些服務 到底是不是適合在地人 在地的那個就是照顧需求 比如說像安妮遼戶這一塊 我也不可能如法套製全部都應用 因為有些東西是 還是要必須就是結合傳統的文化這樣子 所以現在的努力的方向就是在 如何跟那個台灣政府的政策 是做一些結合 然後如何去推現在的那個安妮遼戶 是比較重要的這一塊 就是你在影片裡面是有講到 後來因為剛開始不容易找失功 後來就用宗教 所以聽起來不管是天主教 還是基督心教 好像這樣子都可以 大家就都可以 好像心理惡理那個東西可以稍微大一點 對 那像那當死亡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威脅 對 可是好像聽你的意思 我不太能夠感覺出來說有宗教商品 好像其實這個部分現在來與剛開始 因為其實我先跟你們講 其實死亡在來與是一個 非常忌諱的一個議題 真的是很忌諱 譬如說像我的子女啊 現在在跟我一起工作 我的嫂嫂是基督徒他很虔誠 可是他有跟我的子女說 如果我要去做屍體護理 他請我的子女不要碰觸那個屍體 只能遞東西給我 那我尊重 因為我的子女是獨生女 他們就是比較看重這個部分 因為就算你有信仰 其實對這一塊還是很在乎的 所以通常我就是我可以這樣掃描 就是說可以接受這個部分的傳道人 或傳教師有哪幾個 其實我現在就是慢慢去找他們 以後可以跟我一起合作 然後其實現在我的這個partner 是台北的他叫草莓 那我有跟他說過 你做這個工作是一個非常神聖的 因為來與的人不見得 可以取在這個位置 那我之所以可以做這個 是因為我爸爸是傳道人 他沒有所謂的經濟了 就是也不是說沒有 但他很清楚就是說 我做這件事情是上帝是喜悅的 有一次我爸爸跟我們一起去探望一個 就是一個王子 那是他的好朋友 所以他願意跟我們 就是因為他已經離開了 我跟我爸爸說已經離開了 你還要跟我嗎 他說他一定要跟 因為那是非常好的朋友 你知道我就是在我們在做 就是做屍體護理完之後呢 他做了一個禱告 帶著所有的家屬禱告 回來之後我們坐在車上 我爸爸告訴我們做一個禱告 你知道那個禱告的內容好美好美 我後來請那個partner 就是幫我寫下那個部分 其實這個禱告是讓來與的人 就是信仰有宗教信仰的人 可以儘欠他那種恐懼 他說主啊 這個工作在傳統裡面 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工作 就如同我們走在烈火的火爐裡面 我們行走在這個烈火的火爐裡面 又如同行走在破碎的玻璃 充滿碎片的玻璃的那個地面裡面 這樣的危險 但主因為你看中這個服飾 所以我們也相信你會讓我們 就算是經過在火爐裡面 甚至走在這些經濟 就是充滿就是破碎的玻璃的 這樣的一個路上 我們仍然安然的度過 因為你看中我們這樣的一個服飾 我覺得非常的美 因為我覺得是你知道那種信仰 可以讓我們這樣對文化的恐懼 可以完全做一個轉換 所以為什麼宗教在傳 在我們在推這個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這是老人家可以接受的 我爸爸也是七、八、快八十歲了 可是他就可以接受這樣子的一個轉變 對 我問這什麼問題 就是當地的信仰是只有基督師 然後就是我不知道有沒有更傳統的 基督教跟天主教占70% 然後沒有佛教徒 佛教的話一定 有一個傳統的就是這個 這種就是基督教前 有有有 就是我們現在譬如說 我們是泛靈文化 每一個東西都是有靈魂的 所以像如果男孩子要去釣魚 或者是要去海邊 或者是要去山上 可能他就會跟著出頭講話說 我們現在要去瓦地瓦 你怎麼樣就是要配合 或者是跟魚網跟那個釣竿說 我們現在要出去 你就是我們要搭配好是怎麼樣 都會有這樣子的那個語言 所以就是導悟在過去的傳統 我們很相信每一個東西 事物都是有靈魂的 所以像我們到山上 我們不會隨便大叫 我們一定會禁止大家不要在山裡面 因為山有山裡面的神 還有海裡面的神 所以飛雨季如果你有興趣 那裡面裡面也很多很多 在談那個信仰 傳統信仰的部分 我怎麼知道就是在 就是不是在基督宗教裡面的老人家 可是又在這樣的傳統信仰下面 那他們要怎麼看待這樣的 醫療照顧的東西 可是如果就是 是他不是在基督宗教裡面的老人家 他會怎樣 我們通常都是尊重啊 比如說他明明可以被醫治 但是他說他不要 因為他本來就走 那通常我們就是就地 就是不用再轉出去了 因為其實基本上 有時候醫護人員都會一直說 你一定要出去啊 出去什麼的 我們通常就是在安家裡面 就給他陪伴 然後我覺得他就算是沒有宗教信仰 現在我們在推這樣的一個居家護理 他們都知道我們可以提供哪樣 就是哪幾樣的護理 對 所以他們都還是可以接受 譬如說呼吸困難還是需要養晴肌 或者是他可能有傷口 他們現在都可以接受我們去做照顧 對 嗯嗯嗯 對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因為就是剛才講到說 現在比較想要推動的是胃症的部分 那就是剛才有提到說 是有醫症的角色 對 那不曉得您對就是醫生這個角色 或者就是說像來於衛生所 其實在您的工作上的就是 就是你會期望他在您的工作上 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或者是說可以提供什麼樣的功能 或者說在就是可能在執行專業的 服務的時候要有什麼樣的 心理準備或是你還可以這樣 衛生所 因為我從那個體系裡面出來的 其實衛生所他的角色也很重要 我們應該是合作的吧 對 然後 但是因為衛生所的醫生 他們都是公務人員 他們不能監治 所以我居家戶裡面的那個 的護醫生不能請那個衛生所 因為他是公家機關 所以我必須就是要跟外面的可能 我目前合作的那個就是台東請安 台東的那個醫生 然後醫生在居家護理裡面 他只要兩個月來一次就可以了 其實主要的照護是護理師 所以要居家護理所設立 那個護理師一定要有很豐富的 臨床經驗 然後還有居家護理證照的資格 推動去安寧居家也要去受訓 也要實習 所以不是每一個護理人員 要做這些就可以了 對 所以目前跟衛生所還是有保持 比如說如果他是緊急的狀況 其實我們第一線 我們聯絡的還是衛生所 但是因為我們接觸的這些都是 比較是屬於慢性病 或者是可能已經領終了 所以這些狀況 我們其實基本來講 如果病人都有心理準備 他可能要離開 其實在這個過程 其實沒有太多的醫療介入這樣子 大概就是心靈 或者是症狀控制 就是沒辦法解鞭 我們就解決他的問題 他有傷口我們幫他換藥 比較沒有治癒性的治療 所謂治癒就是化療 或者是輸血這些都沒有了 對 所以其實基本來講 跟衛生所還是有合作的關係 但是那個合作不是肩膀 或者是認知的這種 好 那個請 請蘇蘭小姐來 是非常不容易的 還有沒有問題 首先我就很擔心 因為他要先轉飛從蘭嶼到台中 再從台中到台北 然後我知道他很忙 所以我開口請他來說 覺得很不應該 所以還有沒有要有問題 那各位會不會覺得聽他講話說 台灣怎麼樣 會發現其實我不是唯一的世界 從蘭嶼開始覺得你們台灣 大家也可以調整一下角度 那現在正在要成立 已經籌劃三年的這個居家護理所 那當然因為一些法規條件上 還是有一些困難 可是他們的FB是已經開放了 所以同學有興趣可以上去看一下 那他們也是有一些經驗的分享 還有一些 我覺得有一些就滿個人的 甚至於心靈層面的一些分享 那另外也有一些訊息 比方他們那個護理所 有什麼像 有一些什麼樣的需求 或比方暑假到了 或者寒假這一個月看看 就是大家可以多了解 看一下這個地方的訊息 那我們再次謝謝西蘭嶼 好 我們謝謝他們 謝謝 谢谢大家